老人所说的发物到底是什么? 老中医告诉你常见的六类发物观看数 27人老人所说的发物到底是什么? 老中医告诉你常见的六类发物 感冒了不能吃肌肉容易过敏的人 甚至海鲜脾胃不好的人少吃糯米 很多时候,患病的人会被中医医生或家中长辈告知不能吃某些发物 否则可能会因食物不恰当而加重病情 从广义上来说,在患者在服药疾病后调理的过程中 凡是会加重病人已发生的疾病或诱发心的疾病 或导致人其他旧病复发的食物都是发物 按照中医的认识,凡食性与病性相同者皆为发物 也就是说,含性食物诱发和加重含症,热性食物能诱发和加重热症 不过,某一种食物对于某一种疾病是不是发物 还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体质才能确定 例如,离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滋养降火的水果 但对于体质虚寒的人来说,血泥性味偏良 就是一种冷积发物 虾蟹的营养很丰富,是很多人喜欢的美味 但有些人吃虾蟹容易引起过敏症状 对于这些过敏体质者来说,虾蟹就属于发物 螃蟹的营养很丰富,是很多人喜欢的美味 但对于过敏体质者来说,螃蟹可能就是发物 广州中医药大学一副院的官方微博 介绍了以下六类常见发物 生热发物本身阳气较旺,容易上火 在阳气旺盛的夏季 普遍人都不建议食用,阳气上抗 阴虚内热者尤盛 生热发物有时候是绝佳的温补食物 特别是在冬季,有助阳的作用,可适当补充 冷积发物对阴虚内热者是绝佳的降火良方 特别在夏季 西瓜等生冷水果对于体质虚寒者来说是发物 但对阴虚内热者是绝佳的降火良方 湿热发物对于多数人来说,不适宜多吃 糯米这种食物较难消化,多时容易引起失质 引发脾胃不适合其他症状 湿热发物并不是绝对不好 例如糯米对于脾胃不好的人来说是湿热发物 但对于中气不足的虚弱人群,有一定的补气作用 莲子虽然是气质发物,但同时也是移用来滋养体虚者 是老少皆宜的自补品,特别对酒病,产后,老年虚弱者有好处 冻血发物对于一些体含者有温补作用 不过,总体来负作用相对较大,不建议作为食疗方式 辣椒是因虚实热者的发物,但对于一些体含者则有温补作用 对虾过敏的人群很多,食用容易导致身体出疹,引起过敏症状 海鲜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也是发物,容易诱发疾病 虾等海鲜对于不过敏的人来说,富含优质蛋白质,是良好的营养物 鲍鱼,鱼胶虽味海鲜,但很少过敏,并且有滋阴阳血的功效 最后,发物本身都是食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反应 只是对于一些过敏体质者和一些患了某些特殊疾病的人才会作用的比较明显